基態建設 整個公司跟他們負責人 他們那個心態之惡劣 行徑之可惡 我們今天另外 要針對基態建設 請辭的這一位陳世民董事長 提出不確定的殺人未遂罪 五六個月前 基態他們正在做連續弊 而做連續弊 有一項很重要的附帶工作要做 就是他們一定要委託觀測公司 來裝設觀測系統 所以基態建設 他做錯事了 不但裝傻還推脫 當天我跟陳怡君現場 就要求說 你其實馬上 現在就可以提交給我們 結果基態建設竟然推縮 這個工地整個呈現下去了 所有的資料也呈到地底下了 我馬上跟他說你這是胡說八道 觀測公司一定會把這個資料 每天傳送給起承監 也就是起造人基態建設 承造人那家營造公司 跟監造人建築師 這麼清楚的嘛 那這一個資料 我一看更加印證 我再說基態建設 他們啊 殺人未遂 坍塌前44天 就已經有強烈的跡象發生了 SM11這一個點 他的行動值跟警戒值各是16 警戒值16 行動值20 但是他測出來的是58.5 超過警戒值更超過了行動值 結果提出這樣的報告以後 基態建設無動於衷 你基態建設做了什麼反應 有什麼作為 你無動於衷 視若無睹 這真的草間人命 既然陳世民董事長 說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好 請接我跟陳怡君議員這一招 就是告你 殺人未遂 不確定故意的殺人未遂